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它的作用是所有用户都可以使用 它干嘛呢 给你指定的用户发送信息的指定用户 这是历史上最古老的即时通讯 最早在UNIX上就有 对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现在QQ的前生 是吧 对 但是简单点 它有个前进条件 我们所有的用户都要登录在我们这台服务器上才可以 那现在呢 我这里只有入手用户登录 那么我换一个其他用户来登 这个用户我们打开看一下 其实是我事先见好了 哎 林志玲 是吧 林哥的最爱 那这时候登录他 输入林志玲的密码 大家会发现普通用户是到了没错了 通过他来这个区分 那我们超级用户给他写封这个情书吧 Right 加用户名 加用户名 回车吧 他会出来这样没有任何歧视符的这个界面 代表明明没有输完 你就可以打信了 也就是说呢 林哥 哎 如果敲错了啊 按推个键是回不来了 怎么办 Ctrl 加推个键 哎 或者你Delete也可以 对 林哥想 等你 你给林志玲写情书吧 你替我给林志玲写情书 你怎么这么激动 哈哈哈 好了 就中招吧 给他发封信 回出来之后呢 这封信其实没有传送出去 没关系 记得他是使用Ctrl 加 D 间 作为保存结束 作为保存结束 如果你觉得选一行诚意不够 那你可以写一万行 只要在这个输入状态内 就可以一直在写 直到按Ctrl D才结束保存 那我们发一下Ctrl 加 D Root 这里看不出来什么其他的 这种提示 那我们到这个林志玲写这看 这里看到了 有说 本级用户的Root 在这个远程中端 第一个中端当中 几点几分 这里啊 这个时间显得是八点 然后呢 给我发了一封信 说想跟你一块吃饭 当然这个拼音 不一定才看得懂 然后呢 这块有Ctrl 加 D 这个代表的中间服 这个 这是林志玲这辈子 收到最奇怪的情绪 前面呢 是英文提示 文字正文内容呢 还是拼音 彻底把女神看蒙了 好了 这是第一条面 非常简单 给在线用户发信 对吧 特别要注意一定是在线用户 前面呢我们讲过 户和W命令 可以查看当前有哪些在线用户 对 如果这用户不在线 是发不去的 对 这跟手机短信不一样 你现在没开机我也能给你发 你开机以后就能收到 给write呢不行 W可以看看 林志玲在线 这时候才可以给他发信 对吧 对对对 好了 这是第一个网络命令 write 第二个命令呢 这个就比较比较 比他可能功能更加强大 更高端一点 他的作用是 给所有在线用户发信 wall 其实wall是write out的缩写 write out 它保存在USA BIN下 我们都知道了 只要是在BIN下的 他会所有用户都可以使用 那这个后面就不需要再写英国名了 只要写我们的这个发送信息 比如说wall 后面写 沈超 is a honest man 哎 这是 这其实是明哥一直向往已久啊 明哥可能这辈子答不了了 这个有点有点这个不太自签呢 对吧 那你就可以把你的想要发送的信息 说hello 嗯 就可以直接写到wall 那个后面 或者就发一个刚才那句话 那比如说你给林志玲写了一封这个情书 但是你现在呢 为了降低竞争对手 也在服务器上给林志玲写情书 你可以发广播 让所有人都收到 沈超在追林志玲 你就说林志玲 对 林志玲已经有男朋友了 是吧 这时候别人就会知难退 是吧 好了 发送之后 你会发现 我自己也会收到这份信息 Broadcast message 广播信息 在线用户 谁都收得到 对 也是当前的本级路程用户 通过第一个远程中端 在指定的时间发送的 那除了本级 我们看看林志玲收到了吗 看他也收到了这封信息 而且啊 我们是其实在本级登陆中端 这里 如果你来看的话 其实这里也是有的 也是有了 也就是说他会给当前在线的所有用户 来发送这些信件 收完之后会弹出 对 当然 其实我并不喜欢在操作Linux的时候 有人给我弹这个东西 我正打了明天行 夸一下去弹 我的明天行中断了 让我很痛苦 最郁闷的是写晒药脚本的时候 对 帮忙弹出一个广播信息 对吧 告诉你兄弟连分大白菜 哈哈哈 好吧 兄弟连分大白菜 好了 那这就是卧名了 这是其实是当时没有这种非常方便的 用即时通讯工具的时候 他们开发或者说我们的Linux先列 开发出来的这些这样的一些工具 目前看可能比较古老 但是现在还是可以使用的 对 那再来看第三个命令 就是P命令 P命令呢 是我们现在用的最多的这样一个远程的这个探测命令 它的作用是给远程主机发送一个信息包 ICMP请求包 看看你是否理我 只要你回应我 证明你存在咱们两个之间网络是通的 你也可以把它当成采点命令 咱们是不是说过采点 对吧 那其实我说这是最基本的采点命令 判断我和对方是否存在 那 它也同样保存在并下 所有用物可用 它的选项其实不用太多 一般就是PIN 后面直接加IP 我们看看 其实这个命令大家应该比较熟悉 因为Windows也一样是这个命令 没错 用法呢 简单的基本用法是一样的 基本一样 但是PIN的结果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咱们再拼以后 Windows默认只有四次 和ICMP请求包 然后就自动结束了 而Linux呢 它会一直再拼 哇塞 我们的网不会这么烂吧 这就是因为网络的问题 那么我们现在 比如说可以拼一下本机 或者是沈超老师的这个Windows 可以看一下 这是拼我们公司的一个网关等等 他可能因为一些路由器的问题 会有一些这样的情况 好了 拼我本机 我本机是1.156 那本机它会一直存在 那这个时候呢 大家会发现 呃 它除非按Ctrl加C 强制中止 否则它就会中持的一直拼下去 这个拼就跟吃了炫麦一样 根本停不下来啊 如果你仔细看 你就会发现 它的作用是 有64个字节的数据包 从这个IP地址返回 这是它的返回时间 时间越短 证明网络状况越好 那我自己拼自己 这个网络状况当然非常好 所以时间都非常短 非常短啊 好了 不想看它 那我们能不能像Windows一样指定 我不想拼那么多次 拼两三次知道它通就可以了 能做到吗 我们只要加-C选项 后面看 比如说这个拼三次 加个这个三次回车 这就是时候它就会拼三次 对 就这么简单 拼命令 对大家在拼的时候 结果重点观察就是有一个叫Packet Loss 对 叫丢包率 对 重点就是看这个东西 如果丢包率非常好 那丢包率非常高 那这个时候呢 虽然它聘通了 证明你的网络状态也非常差 对对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能也需要信息给你们介入 对吧 这个沈超老师说丢包率非常好 咱们应该告诉听这个讲座的同学 你们听完我和沈超老师的视频教程 都能有个好的下场 哈哈哈 好吧好吧 这是拼命令 那么比较简单 嗯 接下来下一个网络命令 这个命令叫做if configure 其实 这条命令我们已经多次见过了 对 我们在Links当中通过if configure的方式 给我的计算机临时设定IT 对吧 那这条命令其实最主要的作用是查看当前的网络状态 查看 那我们查看的时候可能什么都不用跟直接打if configure 直接回车 嗯 这就是我们当前计算机的网卡的他的信息 好 那这个时候啊 小心 计算机默认 就Links来讲 有两块网卡 ETH0代表本地的真实网卡 它是按照数字的方式一次类推 如果我有第二块网卡 它就会是ETH1 嗯 那么LO呢 林哥这块网卡是 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东西 嗯 叫回换网卡 嗯 其实在所有的操作系统里面 都有这样的一块回换网卡 没错 应该是用来本机通信和测试的 哎 那么地址也是固定的 嗯 都是127.0.0.1 对 那大家就千万不要有一个误区 嗯 有人测试自己网络通不通 他拼回换地址啊 这个就是你不插网线 甚至那个网卡驱动都不装 他都能拼通 对对千万不要有这样的误区 对 所以你要拼的应该拼我自己的IP地址 才可以证明你的这个网络是通的 对 网络是通的 那我们解释一下 也就是说这块 这一段内容对我们来讲是有作用的 嗯 那我们来解释一下简单看一下它的这个输出的结果 那么这里标称我的网络类型是以太网 对 那目前呢 我们大多数人能够接触到的网络类型都是以太网 没有其他的网络只有极个别的情况在汇用 那么我们这里知道它是以太网就够了 接下来呢 这是我们的网卡的印章地址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麦克地址 它是一个用16进制表示的 哎16进制表示的48位的地址 地址位标称我的网卡的物理地址 下面这个呢就是我当前计算机IP地址 其实我们ifcon那个最主要的作用就是看 我当前的计算机IP 对 用的最多的就是这个 后面呢是我当前的网络的广播地址 资网研码 看资网研码 这是IPv6的地址信息 这个地址信息目前没有使用 我们不详细介绍 这块呢是我的网络的一些这个附加信息 这些也对我们来讲运气不大 不说了 这是接收到了数据包的总数量 发送的数据包总数量 后面什么丢包丢失或者包错的这个机率 这块呢是说我的接收的数据包的总大小 发送的数据包的总大小 那最后一个呢是我的网卡在内存当中的物理地址 在他的这个内存当中的地址 其实这个输出对我们来讲最有用的地方就是这里 有时候需要看一下麦克地址而已 麦克地址是固化在网卡的这个指读存储器中的一个地址 没错 这个呢是网卡的这个芯片上的 理论上来讲一般是不能改的 理论上 这是理论上 好吧 这是ifconfig命令 因为ifconfig只能临时来更改一个网络的信息 所以后面我们会再介绍一下其他的命令 可以帮助我们更改网络的配置 对 我们可能今天就不会说是用ifconfig来设IP了 今天就要来学习如何这个永久的让IP地址生效 所以这个命令我就不演示了 因为一改我的这个远程连接就会断讲 我们前面其实已经见过了 好吧 嗯 那ifconfig我们就说到这里 那下一个网络命令是邮件的 对 这个命令啊比right有一个好处 如果现在林志玲不在线 但是他不管在不在线 我们都可以发邮件 在收邮件的时候就能看得到 那linux的纯字符界面呢 也可以进行邮件的书发 当然啊 他利用的并不是我们真正的现在搭建好的邮件服务器 而是如果是本机用户给本机用户发信 他是利用的是本地的内存 也就是说我当前的linux虽然没有搭邮件服务 甚至我连网都不同 这个mail命令同样可以使 对 当然如果你要给你真正的互联网邮箱发送信件 这个时候必须网是通 对吧 那他的命令呢 格式非常简单 mail 如果是空格后面接你要给发信的用户名 那比如说 嗯 我要给路透用户自己发一封信 这个时候回车 他会让你写 标题 标题 那么我们这里是一封测试邮件 那测试啥呢 哈喽 你好 然后呢 这个语法有点问题 哈喽完了 你好呢 那换一下 把中国人和老外都看了 好吧 好吧 然后呢 同样要想发信的时候 同样是Ctrl加递接 保存发送 这封邮件就发出去了 发给谁了 发给我自己了 嗯 怎么接收呢 mail命令直接回车 什么都不跟 就会发现 我当前计算机有一封邮件 这封邮件是未读的 这个N标志是新的 没读 然后呢 发信的时间 发信的标题 谁给你发的 这封邮件保存在 我们讲过的 这个邮箱计址位置 这个我们讲 不如这个作用的时候说过 那在这个交互界面下 我能干什么呢 用cap命令 就能看到他支持的命令格式 嗯 那其实最简单的东西非常简单 啥 想看自己封信 这个邮件有一个这个序列号 只要输入1 回车 嗯 就能看到这封信的具体内容 哎 谁发的 几件几分 信息还是非常详细 哎 标题来 你写的内容 走吧 嗯 这个时候呢 如果想再看到刚刚那个邮件的列表 H件 就会看到这个邮件列表 对 一开始前面这个N件就消失了 证明这封信过了 你已经读过了 那 这就是这个这个查看列表的查看邮件 嗯 要想删呢 D件 后面跟他的这个序列号 嗯 我要删第一封邮件 删掉之后 H 就没有邮件了 嗯 那Q件 退出啊 这就是mail命令的基本使用 对 介绍mail命令呢 主要是有的时候啊 系统会给root发一些系统信息的邮件 没错 那么当你在用root登录以后 系统会提示你有新的邮件 嗯 需要接收 这个时候呢至少大家知道用mail 怎么样来收到系统 发送给你root的信息 哎 其实这个系统给我们root发的这些信息啊 都是非常重要的 对 比如说日志的这种这个这个 这个统集信息 还有我们的一些系统的boss信息 当我们发现root有这样的邮件的时候 千万不要忽略 应该仔细的去查看它 这说明你的系统当中可能出现了一些问题 嗯 还有可能会影响到你的系统的安全 对 好了 mail命令我们就说到这儿 下一个命令 last last 顾名思义最后的意思是吗 对 那他干嘛呀 我们看一下 他会统计我的计算机的所有用户的 登录的时间信息 嗯 包括如果我的计算机在这之前进行过重启 他也会统计他的重启时间 嗯 那这条命令非常有效啊 因为我们需要通过他来判断 我的计算机什么时候重启了 嗯 如果不是我的人为的这个 我在计划之内的重启 那么说明我的计算机有可能有问题了 有人登进来突突摸摸摸趁我不在 把他把他关的重开了 嗯 那这个都是一个重要的日志查询令 对 每个用户登录过来 他什么时候登录过 嗯 然后从哪个ip登录过 这个信息都可以看得到 比如说林志玲已经登录过两次 我们都可以看得一千二十 我们可以看看啊 林志玲用户是从第二个远值中端登录 对 登录来源ip 155也就是我的这台windows 登录的时间和退出的时间 哎 持续登录了一秒钟这个用户 上次用户 但是这个用户现在他依然在线 也就说林志玲还跟着呆着等着收我的信 是吧 这就是这个命令的输出结果 这就是这个命令 last 他看目前和过去所有登录用户的信息 哎 这个命令呢不难 但是他是一个非常有效 也是一个非常常用的这种日式查询命令 对 那在服务器上我们可能需要多次使用这样的命令 这个命令的结果可能比较重要 但是啊 有的时候啊 我们可能不想看到这么多信息 嗯 我只想知道呢 这个用户呢 他最后一次登录的时间 哎 那么我们还可以用另外一个命令 嗯 这个时候呢 如果我们想知道的 不是说所有的这个登录信息 我只想知道这个用户 他最后一次登录的话 可以使用last log 对 这个啊 有点区别 看 last的统计的是 只要有人登录 他就会记录 包括你多次登录的信息都会在这 但是last log呢 他会先把所有的用户都列出来 包括这些伪用户 包括我们的一些不能登录的系统 那但是他会显示这个用户是从未登录 从未登录 从来没来过 一次都没登录 那如同用户呢 最后一次是pds-0 第一个远程中端 从155 还在登录 哎 这是他的登录时间 那0这个用户呢 最后一次在这里登录过 我这里还有aapp 两个测试用户 这两个家伙也是 从来没有来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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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可以用last log 加一个选项 叫-u 加上这个用户的uid 对 就可以只查看这个用户的登录信息 对 没错 比如说我想看看林志玲美眉 他到底哪一次访问过我的 最后登录的时间 对 最后一次访问他的信息 我就只看这一个用户 对 当然 用户的uid呢 是这个用户的在系统当中的这个标志 我们linux是靠他的id号 来确定这个用户 那这个uid的信息 我们后面在讲用户管理的时候 还会详细来解释 这里知道 这代表用户的id就可以了 好 那这是last log 这两个命令都非常简单 下一个网络命令 是一个叫做trace root的这样一个命令 这条命令 他首先是所有用户都可以使用 他的作用是 探测到达我指定的这个网站的这个路径 我们都知道 我从这里访问行了 或者从我们当前计算机 访问我们兄弟联的官方网站 Lamrador点赞去 他都不可能数据包发出去 就直接能到达 他应该是经过一个一个的路由节点 最终访问到了这个我们的目标网站 那他到底经过了哪些目标这个节点呢 我们可以使用trace root命令来跟踪路由 这就是这条命令的作用 好我们随便输入一个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一个网站 我们访问一下新浪吧 大家就可以看到我的数据包 当然他需要有一定的时间 而且需要你的windows这个计算机能够访问 windows能够访问互联网 他会解析出来我的这个新浪的这个AD地址 然后呢大家会看到我的出续之后 从我本地访问本地的网络最后一个节点是254.1 过了他之后呢 我就访问到了这个网络 这是我们这个这个教学员区的这外面的这个劳的节点 然后经过下一个节点 下一个节点下一个节点最终访问到了新浪 而且他会返回每一个节点这个访问的时候的时间 如果某一个节点的时间过高 证明这个网络这个地方有可能会有问题 其实20多毫秒还是可以接受的 对吧20多毫秒 那这就是这条命令的作用 trace route不难 但是他在实际工作当中非常有作用 比如说我事先trace好探听好 我访问这个兄弟联官方网站的路径 有一天我发现我不能正确登录到兄弟联官方网站了 这时候我再次的去trace他的这个路径 如果我发现某一个节点之前到这里 后面不再通信整个断了 证明这个节点之后断了 如果是我的内网节点 证明是我的公司网络出了问题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直接处理 如果是中途某一个网络出了问题 我就可以给我的运营商 比如说给网通打电话 一个四小子 你看着我们这个节点到这里 他出现问题 给网通躺枪了 然后你还可以直接告诉他 哪一个哪一个AP出了问题 你赶快去我查 他一想这人这么专业 肯定不敢拖延 马上给你去了 是吧 这就是trace路特这条命令的作用 所以其实在网上 不管你是访问了什么网站 不管你在哪台服务器上有登录信息 其实都会有这样的查询的方式 或者记录的方式 没错 所以人家经常讲 反正走过必留下痕迹 所以沈涛老师以后访问一些网站的时候 要小心一点 对 我们很多学员 他非常愿意 只要一上林斯克就问 老师怎么攻击别人 我就再说 他们之所以愿意这么问这样的问题 他认为他在互联网上是隐身的 或者说他的身份信息不容易被复 那我们想告诉大家 这东西是错误概念 其实你在网上进行了每一步操作 其实都有机会 之所以没有去找你 你干了点坏事没人找你 那些是因为你没有达到 他足够的这个破坏程度 或者说没有达到我的底线 否则这个东西是一定可以追查的 哪怕是非常专业的黑客 也是有蛛丝马迹可以存在的 当然我们不说电影令那样的 好了 这是TraceRoot命令 下一条网络命令 NetState Net 网络 State 状态 的缩写 查询网络状态的命令 这条命令的这个用途是在服务器上是非常广泛 非常广泛 首先它是一个所有用途都可以使用的命令 它的格式是这样 命令 后面可以直接跟选项 然后用来是显示网络相关信息的 那常用的选项就这样一些 嗯 其中 杠T它的意思是查询TCP协议的这个网络信息 杠U 查询UGP协议的网络信息 那 TCP和UGP是什么呀 林哥 这个其实啊 简单来说呢 就是咱们在前面课程里面看到的ETC Services文件 嗯 里面定义了每一个服务 它所使用的传输协议 嗯 对 那么只是呢 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传输协议 嗯 那么如果简单来说啊 TCP协议呢 普遍呢 大家认为它可能有一些机制 比如三次握手啊 嗯 这样的机制 它的传输呢更加安全可靠一些 比如像LTTP 那它普遍呢 更多的采用TCP UDP呢 其实它呢 它不握手 人TCP握三次手 然后再建立连接 这玩意儿靠 嗯 UDP说握手干嘛呀 这怪费劲的 直接把数据光就丢过去了 哎 收不着收不着看你的运气 对 它的优势呢 快快 但是呢 你要说这个连接的可靠性呢 嗯 这玩意儿可能差点意思 对 不过呀各有所需 哎 有很多的一些应用呢 比如说沈超老师 像他们能想象到的 嗯 有很多一些像类似即时通讯呢 像音视频呢 它其实也在用UDP 没错 我们的QQ 其实这个采用的就是UDP协议 对 所以有时候网络不好 我给沈超老师发一条信息 哎 我说我要跟你绝交 这死活发不出去 给我急坏了呢 哈哈 那TCP呢 是传输控制协议的简称 UDP呢 是用户数据报协议的简称 他们两个的区别啊 大家可以想象成为TCP就是打电话 电话链通了 明哥接起来了 我要先问你是谁 他说我是李明 然后要问我 你是谁 我说我是沈超 好了 我要跟你说话了 我们两个才沟通数据 对 在沟通传输数据的过程当中 我们两个始终在线 如果我说错话了 他马上就能在电话里骂我 说一个四小时 人家说错了 再来一遍 再说一遍 数据报可以马上进行重传 所以他更加可靠 他是面向连接的行动 对 但是UDP呢 更加类似于我们发短信 管你在不在 我就发了 没准呢 正好林志玲拿着我手机呢 其实不是我看的 那可能是林志玲看着了 你就做好梦吧 哈哈哈 那他就是发手机发短信更快 但是有可能接不舒服到 对吧 这就是这两个协议的这个区别 嗯 我们咱们的传输协议就这两种 要不然是TCP 要不然是UDP 对 他各有优劣 并不是说TCP就一定比UDP好 没有这个 没有这个说法 UDP的好处在于他更快 那么按需选择 那 下来-L的意思是listen 监听 查看监听的端口 -R的作用是查看路由 也就是查看网关 -N的意思呢 是用IP地址和端口号 显示我的查询结果 而不是用域名和服务的名称 这样更快 因为省略了解析过程 那Net-State的常见的选项 有这样三个 我们举三个例子 也就只需要掌握这三个 基本就够用了 Net-State-TU-L 各位 我们的Linux的选项是这样的 只要你写上 基本上不区分线口 绝大多数都不区分 只有极个别的 极个别的 那可能会区分 但很小 碰到我们再说 这里其实TLU 你随便 你写哪个都行 它的作用是 查询当前计算机下 我开了哪些计算机档口 它的输出结果是这样的 标志协议TCP UDP 我接收这个数据包 这个队列排送的 还是个排序的这个数据包 传出队列 如果是零 代表接收这个网络很通畅 没有人积压 发送的数据包 队列 本地的IP地址 我本期的端口 各位 IP地址啊 相当于我们的这个门派号 兄弟联 在北京是昌明区 这个文化泄露运动教育员 但是兄弟联呢 有里面还有我 你寄封信 你光寄到兄弟呢 谁也收不着 对 那怎么办 你要写上收件人 那端口是什么 就是这台服务器的收件人 嗯 我的服务器上 既可以起APA系列 也可以起FTB 也可以起邮件 你通过IP地址 只能找到我自己 找到服务器 但是你到底让我拿哪一个服务 响应你呢 就要看你访问的时候 哪一个端口 对 所以通过这条命令呢 也可以很容易看到 现在启动了哪些服务 对 因为我们的端口号 它默认都是固定的 比如说 APA系的端口号就是80 嗯 那这里没有80端口 证明我当前计算机 是没有开80协议的 这80端口的网络 网络服务程序 嗯 当然端口号可以按照我的要求来改 但是一般情况下 服务的端口都是固定的 嗯 我们就可以通过判断本机 开了哪些监禁章口 来判断我的计算机 开启了哪些服务 这是NetState -TNU最主要的作用 查看本机 你开启的监禁章口 嗯 注意 TCB协议 才可以直接接触访问 所以它有LACE 代表状态是监禁的 嗯 看UDP有吗 都没有 他们直接就是 他可以直接发送 但是他不监禁 我不管你在不在线 你直接给我 所以他不需要持续监禁 没有监禁这样一说 对 所以这个也是刚才我们前面所讲的这个事情 那这就是TLUN的作用 他最主要的看什么 就看这个 嗯 那第二个选项呢 A的意思就是O 所有 查看所有的监禁信息 那这个时候我们如果仔细去看 会发现 我的输出分了两大类 嗯 一类是上面的这些网络服务 而且 除了有监禁的协议之外 状态还出现了一个叫做establish的状态 已经连接了 这代表 这个家伙 155 也就是我的windows 正在连接到我的Linux当中 22章口 也就是我这个远程工具 FSH 有两个人通过远程工具 正在连接我 一个是root 另外一个是0-0 对吧 这是 上面这个服务状态 嗯 那除了服务状态 我们的计算机当中 有很多网络程序 他也会使用网络协议 使用网络章口 这个时候 这些程序也会被 LinuxDate-in查询到 你能看到这些程序所占用的章口 但是这个对我们来讲 意不大 我们需要大家看到 还是上面这些信息 嗯 它跟-tlun的区别 最大的区别在于 tlun只能查看监星 而-an可以查看到 正在连接的网络程序 嗯 对 曾经有学员问我 超哥 你我怎么知道 我玩魔龙世界 我怎么知道 服务器的IP地址啊 哎 我们我在班里问是我们同学 同学就说 拼啊 我说你拼的是他的网站 而不是他的游戏服务器的IP 那怎么办 很简单 把你其他所有需要联网的程序都关掉 然后来 用你的客户端 登录你的游戏账号 登录完之后 在你的系统当中 执行NetS这个杠页 只要这里显示正在连接了 这个对方的这个人就是你的游戏服务器IP地址 通过这种手段可以判断你连的是谁 对吧 嗯 还有的学员问呢 说比如说呀 我们连接了这个22端口的SSH服务 嗯 那么连接的这个服务的端口是22 嗯 那么我自己呢 比如说我连接的你这台Linix服务器 我的端口是不是也是22呢 哎 这个大家可以看到 这应该是1024以上的随机分配的端口 哎 他就是随机的 对 千万别人被认为你也是22 等以后玩防火墙的时候就悲剧了 对 这是原端口 访问服务的时候 不管访问22 还是访问其他的服务 访问80 访问网站 对 你的发起端口是随机的 对 是随机的 嗯 只有目标端口是固定的 好了 这是第二个命令 nestate-an A是all的意思 嗯 第三个nestate-rn 嗯 我们前面其实看到 ifconfig命令 只看到了ip 嗯 只看到了yama 只看到了magic 但是我们并没有看到我的网关 是吗 那怎么要想知道网关呢 nestate-rn r的意思其实是路由的意思 它的作用是查询路由列表 嗯 那最下面这一行是我当前计算机的默认路由列表 其实就是我的网关 也就是说我们需要通过第二个命令 来查询当前计算机的网关 当然 嗯 当然 路由列表本身上面这些东西也是有含义的 我们到网络的时候再来详细介绍 这里大家只要知道这后面是网关就开药 好 这是nestate-rnestate的最常见的三种用法 需要大家前期能够掌握的 嗯 nestate-rnestate的命令非常重要 希望大家熟练了 嗯 但是更改ip地址呢 我们前面还没有讲更好的方法 嗯 那么我们来看下一个命令 嗯 这个命令还挺好记 嗯 sat-up呢 是我们red hat 自带的 或者说red hat 开发的一个管理工具集合 嗯 它首先明确一点 它在其他的版本的linix当中不存在 嗯 这是red hat的系列专用 但是呢 它要远比我们手工去改ip 或者它支持的一些功能要方便的多了多 比如说它可以支持防火墙 嗯 配置ip地址 系统的一些服务的启动配置 验证服务配置 那如果我需要配ip 只要把光标切到这 回车 上面是配dns 下面是配ip地址 回车 我们现在的当前系统的当中 只有一块网卡 dns 嗯 如果有多个网卡 setup就会在这里检测到 dns 或者dns 那回车 好了 感觉很眼熟 嗯 名称你的网卡地址 然后呢 这个地方 如果把信号打上 嗯 大家会发现自动过去 这里全变白了 嗯 相当于我们windows的ip地址当中 配置windowsip的时候 我们在这里选了 自动获取 那这个里面写的dnscp是什么意思呢 相当于我们选了windows的自动获取 好了 那dnscp的作用是什么 是我们的这个自动分配或者自动获取的服务 嗯 自动获取 要想自动获取 需要在局域网内拥有dnscp 给你有人分配这个服务器存在才行 对 那我们目前 不管你是在家里 还是在我们这个教育环境下 都不存在dnscp服务器 所以 这一会儿你选自动获取 它也只是一厢情愿 只是一个美好的愿望 是什么都得不到 所以你要确定你的这个 电脑所在的网络环境 是不是有dnscp收入 能够提供自动分配这个ip地址 如果不能啊 那就千万别选这一项 哎 如果有分配了 当然自动获取更简单 但是没有 就要手工把星床去掉 然后手工按照你的要求 配ip 配研码 配网关 配dns 嗯 只要合理配置 你的linux也是可以上网的 对 基本上我们常见的网络配置 也就是这几个 对 这其实跟windows刚刚看的 这个内容是一样的 对是一样的 嗯 然后如果是保存完以后 要保存最初 千万记得确定 哎 别急动而来取消 那其实实际上呢 就相当于什么都没干 好 哥们到此一游的意思了 那至于ip研码 有大网关和dns的详细作用 我们的只能到网络这里来讲 这个东西太过复杂 在这里一句话说不清楚 我们只要按照我们的需求来配 目前指明这些 好吧 嗯 确定 然后他问你保存吗 嗯 保存 那你保存退出吗 保存退出 然后选择退出 你就会退回到我们的命令行 这个时候一定要记得我要干嘛 重启一下咱们的网络服务 把网络服务重启 你的刚刚的配置才会成效 嗯 当然我这个远程工具是远程访问的 所以重启网络服务的时候 有可能会如果他的时间过长 有可能就会转开链接 也许需要重新连接 对 现在的这个工具已经很智能了 现在还会尝试去自动连接 原先的就是只要一重启就绝对到 必须是用力 嗯 好了 注意用setup来配的IP地址 跟ifconfig就不一样了 它是永久生效的 对 不管你是否重启网络服务 不管你是否重启Linux 它都会永久生效 所以这是我们推荐大家使用的设置IP地址等相关网络设置的一个Linux 它更方便 远比我们手工去改配置文件要简单 而且可以手工去改配置文件 我们暂时还讲不到 只要等到网络这门课开始之后才可以去进 那要注意呢 并不是所有的Linux 红帽子专有命令 所以我们也推荐大家在学习的时候 跟我们采用相同的版本 红帽系列其实应该都是我的 对 HEL S都是可以的 好了 setup 我们就说到这里 那么最后呢 我们给大家补充一个小命令 这个我们后面讲课的时候会用得到 这个有一个词呢 前面我们提过 叫挂载 mont mont命令的作用就是把我的这个设备 连接到我所给他分配的挂载点 其实我们可以 其实乔哥在讲这个分区的时候就说过 挂载点你就可以当成盘复来理解 对 只是我们的挂载点是目录 而windows的盘复是CDF这样的 那前面我们讲课的时候 我们说分区 它都是自动挂载 只要你安装了 自动分区了 每次启动 不需要手工参与 直接就可以挂载 但是Linux呢 它的光盘 U盘 移动硬盘 等等这样的一些外接存储设备 它不能实现自动挂载 只能干嘛 我每次开机都只能手工来挂载 这个可能还真不是太值 其实windows也有挂载这个过程 只是 你的U盘插上 它自动的等一块一检测一张驱动 就给它分配一个盘复 其实分配盘复的过程就是挂载 没错吧 只是windows是自动的 而我们的Linux呢 是需要通过mont命令手工挂载 那首先啊 我们需要给我的虚拟机 放入光盘 这时候怎么办 看虚拟机打开了 右下角会有一个光盘图标 当然也可以通过虚拟机设置 打开里面找到光盘 然后呢 找到我们的ISO镜像 假设这个机量盘 双击放入 这个连接一定要打够 不打上的话 实际上就相当于是这个光区没插线 没有插电源 就没有作用 windows是这样的 只要把光盘放进去 一确定它就可以用 对 那Linux呢 如果你有图形界面 其实也一样 它也会自动 但是我们说服务器是 都没有图形象 实际上不会自动挂载 那这个时候我就需要手工挂载 怎么挂呢 MKD2 先创建挂载 一个空目录 我们其实说 蒋克勒说过 在根下有一个一级目录 叫做NIDI 它的意思就是用来做光盘挂载的 但是像我们这样的老家伙 当时接触Linux的时候是 只有MNT这一个挂载目录 我们更习惯于在MNT下创建一个目录 这个目录创建了 这个之前已经有了 创建了 创建好了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实现挂载了 挂载命令 MNT 钢器后面指定光盘的文件系统 光盘的文件系统是 它是固定的 960 ISO960 ISO是一个神奇的组织 从螺丝帽子到航天飞机 什么标准都制定 都是他自己干的 那么后面写我们的它的设备文件名称 我们一直说 挂载其实就是找到这个硬件 给它分配一个设备文件名 再给它找一个盘符目录 然后把它的设备文件名和盘符连接起来 就是挂载 那所以需要先写它的设备文件名 设备文件名哪来的 系统默认指定的 我们的INUS当中 在Redhead的三头IC6以上的系统当中 设备文件名默认就叫SR0 只要记住就可以 不需要大家去知道它是怎么来的 当然也可以去写CG5 这实际上相当于是个它的软链接 这里我们讲过的软链接 我们就可以去看看 DV下了CG5 看它其实是快捷方式 这家伙是原文件 对吧 这两个文件其实写哪一个都可以 因为它们是相同的 总是一个东西 那从来回来继续mont 钢器 ISO9660 DV下了SR0 MNT下了CG5 挂载 好 这张命令呢 其实钢器是可以省略的 它的这个选项 或者说分区的光盘的文件系统是默认的 系统就知道它就叫ISO960 我不写也可以 那这时候挂载命令就变得非常的 变得非常的那个 这个清晰 Mount命令后面跟着设备文件名称 设备文件名称后面跟的是挂载点 它的作用就是把设备文件名称连接到挂载点上 这就是我们说的挂载 回车 回车 如果没有报错就成功了 好了 为什么报错了 我前面挂过了 那么我们先执行一下这套命令 如果之前呢你这个挂载点上已经做了其他的挂载 那么这个时候呢你需要把它卸载 卸载的命令很挺特别 这个要注意一下 正常应该是UN 对吧 这个要注意 它实际上把N省略了 好我们待会再来讲卸载命令 我们先来看挂载命令 回车 它有一行提示 其实正常来说Mount挂载完是没有任何提示 这里提示的作用是报错 他尝试把它挂成写权件 但是我们的光区是止读的 所以被迫挂成了止读 那我们都知道光盘绝大多数都是止读的 这个时候呢 这是正常提示的提示 你可以把这一行信息当成正确提示 证明我们挂载了 这个时候我们去哪里访问它的数据呢 大家都知道 Windows当中也是去盘复下访问 那我们的盘复是谁 挂下电 所以不过要跑到这里去 这是一个文件 可是CG进不去了 MNT下的CGroom 光盘当中的数据 如果我们仔细看看 有一个叫做Package的包面 有一个叫做什么3.s6的文件 那我们可以打开看看 有吗 3.s6打开 有一个Package包面3.s6 其实就是光盘的数据 没错 其实挂载光盘呢 是我们要掌握的一个比较基本的操作 如果有一天呢 你现在呢 可能你这个Linux本身还连不了网 后面我们讲安装的时候 你想做一些实验 那在我们的光盘上 就有绝大部分你需要的安装包 你可以通过挂载光盘 来做一些练习和实验 没错 那在Windows当中 光盘就完了 只要你这个光去键 它就弹出来了 但是Linux呢 确实很不人情化 你用完了 如果你在真实机 而不是讯机 你会发现 这玩意 它不理你 你把你恨不得把它拆了 把它砸了 它也不会弹出来 原因 他认为这玩意已经在使用 不允许弹出 这个时候 你必须要执行卸载功能 但是一定要注意啊 不能在这个光盘挂载点下面要卸载 这就像沈超老师坐在椅子上 想把自己搬起来一样 这玩意有点不现实呢 如果我就在这个光盘的挂载点里面 这个时候我要想卸载 他就会说 这玩意就忙 忙啥呢 你在里面 忙着把自己搬起来 所以这是不可能的 那这个时候记住了 要退出这个挂载点 起立回到自己宿主目录 再干这事 然后呢 卸载的时候 因为他们两个通过梦想的面子 已经连接了 所以后面 不管是加设备的面子 还是加挂载点 都是可以的 但是只能跟一个 要跟两个 跟这样一样 写两个 他就会卸载两遍 那第二遍就会报错 所以这个时候 回车 没有任何报错 再回到我们的cd room下 就变成空步路 这就是光盘的挂载使用方法 好了 这就是我们的挂载命令 好 那 今天呢 我们的这个网络命令 就介绍了这么多 嗯 我们总共介绍了这样一些 比如说 我们讲了 如何向在线用户发信 来 right和wall 没错吧 然后我们讲了 如何探测远程主机 pin 追射 追射root 对吧 接下来呢 我们讲了 如何查询我们的最后一期登录时间 last last 对吧 然后我们后面又学习了挂载命令 还有我们的 next date 查询网络状态命令 对 等等 那今天的这个命令就到这里 我们下节课再见 再见 如果你想和我交流Linux学习的问题 可以登陆兄弟联官方论坛 你就可以找到我 如果你有任何疑问 如果你想获取Linux的更多学习资料 请关注汐车Linux微信公布帐号 你就可以找到我